兔子姐姐你收到过惊喜吗 哇 原来王子的生日要到了 该送给他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猴子 嘿 小猴子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一定喜欢香蕉 给你 哇 好香的香蕉呀 王子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小猴子的香蕉 嘿 鸵鸟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一定会喜欢石榴 给你 哇 红红的石榴我也喜欢 谢谢鸵鸟的红石榴 前面有只斑马 嘿 斑马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一定会喜欢香香的橙子 哇 香香的橙子我也好喜欢呀 谢谢斑马的橙子 前面有只大象 嘿 大象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一定会喜欢芒果 哇 好香的芒果 小朋友们也喜欢吃吗 快给大象的芒果点个赞吧 谢谢大象的芒果 前面有只长颈鹿 嗨 长颈鹿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应该会喜欢菠萝吧 菠萝 啊 黄黄的菠萝 我也好喜欢 谢谢长颈鹿的菠萝 前面有只羚羊 嗨 大羚羊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应该会喜欢梨子吧 梨子 不错不错 谢谢羚羊的菠萝 前面有只鹦鹉 嗨 鹦鹉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应该喜欢百香果吧 哇 百香果 我也好想吃啊 谢谢鹦鹉的百香果 前面有只小猪 嗨 小猪 你猜王子喜欢什么呢 他应该喜欢苹果吧 哇 苹果 红红的苹果 谢谢小猪的苹果 哦 前面出现了 大怪物 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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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啊 哎呀 糟糕了 身上所有的水果都掉了 兔子姐姐还摔了一跤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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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撞到了一棵树 树上的蜜橘掉了下来 哇 这么多的橘子 王子来了 嘿兔子姐姐 蜜橘 是送给我吗 兔子姐姐把蜜橘送给了王子 我最喜欢蜜橘了 原来这就是惊喜啊 这可是最棒的生日礼物